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教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呢 都学习了smarty 美工该学的东西的基本语法部分 对不对 当然他说了只是了解的 对不对 重要点的你要知道你学什么内容 对吧 那这点个咱们从基本语法的一部一部分开始学起 咱们这里边先学什么呢 看一下 就是学变量 变量通常有三种变量 有三种变量 第一梗就是从P2P端分配给模板的变量 第二种就是从配置文件给模板的变量 第三种就是保留变量 对吧 那咱们分极解课去介绍 先看第一个从P2P分配给变量 到哪去 到模板里边去 那这个呢 前面咱们已经分配过了 也已经使用过了 比如说咱们就把这些程序以最简的方式给大家给出来 看 这些都去掉 好吧 能解画一样程序 就去掉 这块 咱们做一个叫做index.tpr 这是模板文件 对不对 打开它 模板文件 然后我们这块 是一个P2P文件 打开它 这里边只需要显示 当前摸下这个 那前面 你看 我们声音变量 在模板里边使用变量 这就是从P2P分配给变量 看到了吗 抓紧一下 lock house 下面的index.tpr 你看 分变量是不是显示了 对吧 这是跟传统咱们 前面咱们做过的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那咱们要知道 什么样的变量是从P2P往过分的 对 什么样的数据怎么分贵的 对 妹子说了 数据库里查出来的 也就是用户请求的数据 对不对 那些动态的数据 肯定得从P2P从数据库 那里边海灵的数据里边去找 对不对 对吧 然后往前再去扔 对吧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 咱们这节课讲的是 从P2P分配的变量 指的就是 P2P程序从数据里边过去的 或者P2P中的变量 扔给模板的 就是什么 那使用的意义后边咱们都知道 只要你跟从P2P分配的和保罗的变量一对比 那就清楚它的作用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变量 就这一种分方法吗 分配变量从P3P分配 使用的就是额令 对不对 当然有的模板眼睛 只要是你在脚本里边生命的变量 那模板里边就直接能用了 对不对 就不用分配了 只要P2P里边有的变量 模板里就有 那其实挺方便的 对不对 但是它这种做换什么的也比较方便 对吧 就做了一个分配的步骤 我们还可以额令可以单个变量去分配 对不对 可以一起分配多个 比如说我这写个数组 还有这样 如果我写的数组的话 是关联数组 直接写关联数组 它这里边可以支持一个参数 也可以支持两个参数 现在咱们讲的是P2P分配两个句 讲P2P的语法 对不对 P2P的语法 找一下 程序设计篇 找一下方法 找一下额令 是不是这种方法 你看 其中有自乎串 变量名和变量值 任何类型的 是不是直接有一个数组这个形式的 对不对 你们我把分配变量和变相了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你看我们分配可以有多种分配方法 对 怎么的呢 加数组 比如说我分配一个 万下标 里边直是 14121111111 随便写一个 对不对 兔下标 分配一个 你看 如果直接以我立写一个关联数组 那就相当于一起分配过去两个变量 这个数组的下标 这个数组的下标 就是模板中的变量名 这个就是这个变量名对应的值 这也是模板中一个变量名对应的值 特别适合咱们写成维的时候 将来写成维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文章的内容页面 对吧 我从数据工过去一张文章 它有十几个字段 或者几十个字段 是不是一个数字 我把那数字往这一放 几十个字段都变成变量 你在模板里边直接用就可以了 加载用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 假如改造 这是文章的标题 对不对 这是文章的作者 再来一个文章的内容 C-O-N-T-N-T C-O-N-T-N-T 这块 然后比如说 这是一个DEMO 对吧 是不是有这几部分 你看在模板里边 我们就可以用几个变量来解决了 标题 T-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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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然后非常方便的这个用法 在smart2没提供这个 smart3体用了 然后 AUTHOR 作者 然后内容 比如说 写一个简单的模板 需要DEMO 然后 架上 casino T-N-T-N-T-N-T 冒号 这是标题 这是 作者 这是内容 对吧 现在我一访问 你看这个模拔那边 是标题做的内容 对吧 你如果请求的是哪篇文章 他就把哪篇文章给这个模拔 这个模拔就写上哪篇文章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额令的这种用法 当然了 我们的额令还可以分配什么 就是分配普通的变量 自无串变量吗 所有类型的 除了资源当普通之外 其他都可以 对吧 比如妹子说对象怎么分配 好 那我们随便做一个类class 对不对 比如说person 这里边有一个public 对吧 名字 我就直接写出事值了 对不对 比如说妹子 我也不写构造方法了 因为写构造方法创建值是一样的 性别 女 然后public faction 比如他有个妹子有个说话的方法 对吧 对吧 这块 eco也行 返回这也行 i-e-t-u-r 返回 比如这 这是我的 这是一个名字 安的 性别 你看 但是我这里边 你怎么办呢 大而阔起来 这一次里边的 对吧 大而阔起来 这一次里边的性别 对吧 假如反过这之后 这块 这样可以 输出也行 对不对 反过到了这次 对吧 再翻个身 里边 有一个吃饭的方法 这块 输出 good very very good 对吧 然后 反过 倒了 这一次 像这样一个对象 我把这个对象 可以直接 smart 里边 as 分配 比如说 这边是一个人 就是r 或者是妹子 可以吧 然后我们这里边 直接 new一个 per s 如果有过多方法 穿台 我在穿台 入 不算是直接 把对象 扔过去了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就妹子的一个变量 对吧 我们在模板里边怎么使用 你看 既然前面都是公共的属性 对不对 妹子 有这个变量 看到了吗 直接掉里边的名字 就有名字 直接掉里边了 跟pp的用法几乎一模一样 有个性别 对不对 你看 看可会掉出来 可以 妹子 对不对 当然还可以掉用妹子的什么方法 你看 还可以掉用对象中的方法 妹子 里边 s 说话方法 如果不明白面向对象的话 理解这个 有点麻烦 对不对 但是你已经了解面向对象 那 就很容易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 可信一下 这是妹子安的 对不对 下边是法规对象 反过对象不能输出 对不对 这两个 当然我直接在这里返回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这样 反过对象 对吧 然后我在这里边 我可以用对项链 什么叫对项链 看了 直接掉刷方法 是不是有输出 再掉 是不是就可以吃饭 因为里边是返回 这一次是不是来掉用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让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这是妹子 对 然后 不得外人 是不是出来了 这是对象的方式 还在smartstein 还只是这种对象链的方式 有对象的方式 这次直接掉用 用法 跟我们平时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 就是一样 对吧 几乎是一样 但是声明不在这里用 就是访问 对不对 声明在pnp里边 对吧 这也是一种变量 对不对 那是不是还有数组变量 那说数组一样吗 几乎也一样 那比如妹子 你现在想 声明一个什么数组 分别过去呢 所以 所以 比如说 arey 不 那关联的是 不是前面起边联盟的方式 are1 对吧 然后 比如声明一个数组 对吧 one two three 对不对 像这样的数组 我们使用的时候 直接 对吧 w are1 综合号 0 1 2 就可以了 arey 这写错了 这应该是什么 asic 对不对 小心一下 那万度四组是回来了 对吧 那二维数组呢 其实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 前面加下标 hello arey 你看 是不是又能加了一层下标 对吧 所以房间二维数组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在前边 这块 我们再加上一个 中国号 hello 是不是前面加这个下标 中国号 hello 中国号 hello 你看 小心一下 一样可以过去这个字 但是这里边只需要大家注意一点 激一点 什么呢 我在这块写上这个 我写这个大家还记得什么吗 如果是使用数组 对不对 中的关联 关联数组 对不对 可以和P2P的访问方式相同 前面咱们用的是不是跟P2P放上方式相同 但建议使用 什么 smartic 中的格式 那smartic 中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smartic 就是支持 smartic 不支持关联数组 这种格式 对吧 那支持什么 关联数组 是这样的 是 在smartic 这种格式是什么呢 是数组名 点 下标 没有这个意思吗 那也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格式的时候 看一下 我们用法 不是这么用的 这样支持 smartic 三开始支持了 smartic 不支持这样 smartic 什么呢 是这样 点 但是后边该怎么办 还是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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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形式 这样的话就不像这样这么落 看到了吗 数组点 那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数数呢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可以说明前边有些问题 我们就可以看得懂了 比如说 在前边 我们 基本语法这部分 对不对 比如说变量的时候 你看 变量的时候 我们找来 你看 这种点 变 是不是 相当于这个是数组 平的数组 下标 附上一只 连续的点 是不是这个是二倍数组 下标是这个 下标是这个 对吧 像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了 负的点A点B点C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三倍数组 对不对 那 Full的点A 然后下标 这个就是一个下标 是一个变量 对不对 然后再点A 对吧 所以这是数组 我们用的格式 那这就是 任何类型的变量 我们都可以从P2P分配过来 这就是我们这些的内容 从P2P向模板中分配变量 一定要记住 使用的意义 就是 动态的数据 才需要从P2P分配过去 对不对 那我们分配 你想怎么扔过去 怎么扔过去 想什么类型 就是什么类型 对不对 而且跟P2P在模板中应用是一样 只不外层加定价图 对吧 只有数组有一定的区别 那数组区别就是 关联数组用数组名点的形式 当然也可以在Smart3里 也可以用传统的数组 原来的角色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从P2P分别变量 还要记住分配的方法 如果直接写关联数组的话 把所有关联数组的元素 都转成变量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 介绍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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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